前面的錄影師 11月10日 早上早上 各位朋友晚安 那我們今天這舞就正式開始了 那我們今天的主題啦 是有求必寶 然後就是談台灣的運動新聞 一些現狀問題 以及未來可以怎樣改變更好的一些未來的想像 那我先簡單的介紹一下我們今天的主獎人 那第一位主獎是王火州先生 他是非常知名的運動專欄的作家 他目前在民報服務 那第二位的作家人呢 他的名單更有名的社會主席 是非常有名的放手人資工作者 他本名是孟佳麟先生 我們今天會請這兩位作家人 幫我們分享他們非常豐富的 對於體育新聞的知識 以及他們對於未來學的一些 發展的期許之下 那我先簡單的看一下 其實以我個人來講 其實我覺得我最羨慕的工作是什麼 我覺得很多人在工作的過程當中 很難對自己工作的主題百分之百的喜歡 但是我覺得當體育技術 幾乎是這個星球上最幸福的 你今天可以靠這個來工作 你每天所看的每場球賽 都是你真正的非常熱情 非常喜愛的分心 很少一個工作是這麼放得夠的 有這樣的新聞從來 其實從事運動新聞的報導 是一個非常幸福 或者從事突然的起 非常幸福的工作 好 回到我們台灣的現狀 我們知道台灣的運動新聞 會有很多的問題 還有很多的科學 有很多過度情緒化的一些現狀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就是 台灣一個很常見的毛病 就是過度的勝利主義 好像今天我們今天看 這個體育新聞的報導 好像最重要的就是勝負 我們好像在精巧過程 你看完中間 這個選手 他用什麼樣的方法 去投入他的競賽的過程 甚至需要把科學的精神去分析 內部的這些運動的一個競賽的程序 那帶來那個非常重大的問題 那當然等一下我們請的兩位主角來幫我們分析更多 他們在這個現場上 他們的觀察 都是有趣的一些經驗 那我們先請我們的黃國秋請身 先跟我們分享一下 就是您對於台灣目前的 運動新聞的內涵 一些目前的現狀 這些現象 你們的觀察 跟你們的披股 我們請黃國秋接身 謝謝各位 其實我覺得我看今天的介紹 還有介紹說是資深棒球賺的作家 其實在這個授具指導師前面 我不敢說資深 我其實在看那個 翁大哥的文章的時候 我還是學生 然後我開始從事棒球出血 也差不多十 差不多十年左右 十年十一年 因為我稍微自我介紹 其實我不是體育相關科系 也不是新聞相關科系 我本身是念政治的 那是 那是因為我本身 從小很喜歡棒球 然後差不多在公元 差不多在2000年 99年 2000年 那時候剛好 就持續招求化我的工作 還有自由 那時候夏天一個決心 我看了一輩子的棒球 我覺得還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然後我那時候就開始 我系統的去大量的閱讀 去找資料 然後慢慢就有一點心得 那直到也是音樂的機會 就2001年 那時候台灣職棒牽五萬 他走向地底 然後2001年 那時候台灣舉辦的世界 整個棒球熱場要起來 然後在2003年 那時候同時有兩本雜誌 一本叫PASSION 就是以前那個 以前那個 任君國雄的老闆 他辦的 培訓雜誌 然後另外一本是 叫 就是 成邦集團辦的 叫KIDO直報名雜誌 那這兩本雜誌 剛好在那時候 因為都是剛好有認識 就 我就開始 從此放學書籍的工作 其實跟KIDO直報名這本雜誌 我覺得 還是蠻設立體 其實那時候是他的主編叫 沈正義先生 那沈正義先生 在那個創大號開始 前三期他就起了 開始介紹 電話球 介紹各種球種 球路 那因為我一開始 決心到 用機器力來研究棒球 第一個 就是看球路 因為 因為棒球這個運動就是 投球 球票投出 你整個比賽沒有開始 可是我們看了落球的棒球 其實那時候看 頂多是知道是 Facebook快速球 跟Breakable變化球 那到底是 他是怎麼變的 到底叫Kirk 叫Slyder 叫Folk 根本都不懂 然後就開始 專機去研究 然後看了很多資料 那 那沈正義先生剛開始在那邊 雜誌寫 介紹了變化球 我就覺得 好像有一些問題 他可能一些資料有一些舊 觀念 可能有一些過失 那 我就 因為我也不好意思說 直接用 用聽管的方式 我就透過 透過 我一個的 好朋友 馮光友馮大哥 我就透過他 然後寫封信給他說 你 之前寫的三期 可能有哪些問題 結果這個 陳這一哲那個人也很科技 風度也很好 好 他看完他先 我的資料就是說 那下一期 由你開始寫 那我就從那時候開始 投資 方向書寫的工作 所以其實我 我本身 也不用想 多資深啊 好 那 那然後 對於 對於這個 運動系統 我先 其實我對今天的題目 有一些意見 就是說 其實我認為 體育跟 運動是不同的概念 體育是 Physical Education 是身體教育 其實他是教育的一環 好 他是一個 早期 你看 體育這個漢字 這兩個漢字 是日本翻的 好 是日本翻過來的 那 運動 運動我們叫Sports 那其實你看 包括當初把 體育這個名字 意見到 中 到那個 到中國來的 這個 你看 日本的 報紙 他們 不會叫體育性 他們 也會叫Sports 他們 犯著Sports 那其實就是 兩個不同概念 因為簡單來講 Sports 它其實是 有競賽 有遊戲 的意味在裡面 那體育裡 忘了身體 就是身體教育 其實他是在整個 教育體系的一環 其實像 像以前我們 當然現在已經財政調 以前叫行政院 體育委員會 體育委員會 其實他體育委員會 跟教育部 以前的體育署 他本身就是重點了 其實如果要獨立輸來 我覺得應該叫運動委員會 所以這是不一樣的概念 我再舉個例子 很簡單的例子 你說像 電玩 電玩 電玩可以算Sports 可是他不是體育 下棋 圍棋 圍棋他也是Sports 可是他不是體育 所以我覺得這個 如果用體育新聞來 其實有一點 有一點狹隘 那剛剛我們今天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要探討我們 媒體對於體育相關新聞的 報導框架 我覺得從這個名稱來 也就知道我們的框架在哪裡 因為早期 早期的觀念 包括說 從 我們從戰略開始談起來了 其實他是相信 體育的活力 所以他當初強調體育 他其實是有很明顯的 那個功率色彩在裡面 那我認為Sports 他有一點是 無所為而為 他是休閒的 他是娛樂的 所以你看 早期的我們的運動 所以我可以強調說 你想軍中 軍中的體育 軍中的體育活動 因為你要健身 你要強身 那包括我們以前的 包括以前我們的那個 三級棒球 我們以前的那個 三級棒球 他是為我爭光的 所以說 我可以從這個 從這個本身 這個可以看到 框架然後限制 可是 我覺得像 還有形式 以前 暴記時代你只有三大章 以前老三台 你整個的 不管是運動性 或體育性 或你壓縮的 篇幅 一定很 版面一定很有限 這不可能 不可能像 西方世界那樣多元 直到說 你整個 報竹解除 整個 報紙增長 你才看到 有專門體育棒 當然 在報竹還沒有解除之前 有一個民生報 民生報那時候就有 就有比較專業的 體育旁邊 那個運動旁邊 出現 那另外就是說 其實你說像 新聞傳播者 跟 跟樂聽大眾 他其實整個 新聞框架 我覺得他也有 一種活動 還有 消長的過程 那就我個人的觀察過 我認為最明顯的分別 是在 是在那個網路媒體 因為早期 因為 因為早期你說 早期 資訊的取得 新聞 那個 新聞傳播者 他那邊等於是 他是不在的 你一般人 沒有辦法 去接觸到 外電 也很有限 包括以前的報紙 也很有限 所以 以前你要看 你要找資料 你根本 你根本沒有辦法 我再舉個例子 我記得 以前 差不多九一還九二 九一還九二有一次 有一次我在 我那時候 中持完報一個體育板 其實那個體育板 都有在報紙報 剛我看到一則消息 關於美國 給我持報的消息 那我一看 我就跟我朋友講說 那個消息是錯的 他記得寫錯的 那我朋友就問我說 你怎麼知道他寫錯 人家吃了那麼多 外電那麼豐富 你在國內 你怎麼知道他寫錯 然後我那時候 我就 我就拿出這一盤 這是 這是第七盤 這本 這本 電話文書 這叫 TOTO FACEBALL 這第七盤 這在前網路時代 很有用的工具書 因為他從 一九年一年 到 那時候的 比如說到 一九九二的 每一位棒球球員的資料 他都有 他的 頭打紀錄 他的 出生年月日 甚至於他的身高體重 他都有 然後那時候我就翻這盤給他看 我說這裡面有事 所以 所以我說那是記者 整個 他記者寫錯了 然後他們這本 這本出到我手上拿著 我從第三版 開始買 三四五六七買 五本 然後到第八版 第八版是 2004年 2004年以後 他沒有再出新了 因為什麼 有網路 也沒有必要 其實他網路的搜尋 像那個 知名的那個 放手網 叫做Baseball Reference 上面都有 對 就查詢就很方便了 不過我還是覺得很可惜 因為 因為他這一本 除了資料以外 他每一個版本 他前面其實都還有一些專文 也蠻有趣的 裡面甚至於有幾版 他裡面還有講到台灣的磁棒 台灣磁棒 日本磁棒 韓國磁棒 他的資料裡面 他還是可以收成 對 所以我 我就說 那個 整個的 我在講那個整個報導 方教的限制 我認為在網路時代 有網路沒有網路 那其實差很多 甚至於說到 有網路以後 其實我認為 整個 媒體 特別是記者 有時候在協議網路站站緊緊的 因為其實網路有一些 內行的照片 都比你還厲害 他查詞又要功利比你還勝 對 那我 第一個問題我先講到這邊 因為 我想說 先讓這個 前輩 翁老師請一下 OK 好 那我現在請 請 因為 因為我 我有在世信教 教行為寫作 那 是 比較 一般系的寫作 因為這隊 這隊 那 我曾經 試圖 試圖 試圖在我 在我班上的課裡面 想 想 教他們如何寫 寫 寫體育新聞 可是好難 因為 範圍非常猛 那 他又跟一般的 我們 我們要教教的 心理論 其實不大一樣 就等於說 你如果要講 運動訓文 或體育訓文 你必須要另外開一堂課 不能在 新聞系裡面的 寫 節目裡面 去講 那會變得非常 你知道 有點乾淨的 而且 後來 我有一個發現 就是說 我本來 如果光以 道求新聞來講的話 我以為 應該很好講 可是後來 發現我們班上 因為像我的課 大概 也許你大概有幾個 那 我會 因為你要講 這樣 講棒球的話 就是 至少你會看 你愛看 或者是 你懂規則 至少會有幾個 好 懂規則 這有不同的程式 好 至少 至少你不要告訴我說 為什麼要 為什麼要 立時鐘 為什麼要順時鐘 或者立時鐘 這樣 好 那 我發現有些女生 有些女生 有些女生 她們很 很難進入狀況 好 後來我就放棄 我本來達到一種規則 從紀錄 開始教 可是 那個可能要 大概 至少要十個小時 兩堂課 兩堂課應該講 是 講不完 好 而且我 我 我去年 去年就簡單的調查 就是說 平常 平常 如果在 關心棒球的舉手 欸 非常少 我們不是說 棒球是國球嗎 可是我發現說 如果我們班上當抽樣的話 喜歡 就是喜歡 棒球 或是經常有看棒球 真的是 沒有再到一半 大概只有各位數 然後 懂得棒球怎麼樣運作的 那就更少 通常只是看一下 一大也沒有 或者是兄弟也沒有 那 真的 真的有興趣 想要去深入 了解的人 我覺得 有限 有限 所以就是說 雖然我們 對 對棒球 或對各球運 籃球也好 或是足球也好 很多人很關心 可是真的 真的了解的人 或懂得什麼氣場的人 我覺得這人非常少 那 那這個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是我們傳統媒體 對於基本 運動的基本的 認知 都沒有 大家可能說 這個是別人的工作 那可能 就體育系的人 會專門知道 我以前都會認為說 籃球多守 他是這種籃球 放手多守 放手多守 有道多守 是這種 其實不會 因為我有一次 我有一次在 在球隊宿舍裡面 跟王傳家 在他的宿舍裡面 我發現 我看 我看 我跟他來看道夫 我以為他只能放手 結果他不是 然後 一直跟我解釋 那個 為什麼會肝有什麼缺點 他的這個 手腕應有什麼缺點 他推肝 他為什麼要用那個肝 因為我跟高球完全 完全外號 然後他就講 或是道 我就說 這個缺手 啊 我就說 如果有一個人想 玩牆家這樣 這樣到我旁邊 我在看高紅球的時候 有人這樣 這樣 很細膩 我就會覺得說 哇 高紅球好好看 可是 我在看 我在MOT的 高紅球 提到的時候 那個球品 他並沒有像 玩牆家 這樣 那麼細膩 所以我就發現說 哦 認識一個運動 但是如果你旁邊 有一個好老師 真的是非常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 我覺得體育性面臨的固點 也是一樣 因為我自己 我自己曾經在台灣運報 當體育組的組長 然後我也在衛群樓 有組雜誌當過總編輯 所以 所以這兩個不同的媒體裡面 來過我就會知道說 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說 可能 可能 我的記者 非常知道說 說我應該要穿鞋 可是他的長大不 不這樣懂 比如說 我告訴你們發現 現在每一者 黃球系統 一定都會扯到王建銘 我告訴你們 王建銘 王建銘的前 前隊友 原來他講 是鴻鴻隊友 王建銘的前隊友 原來他講的是鴻鴻隊 你知道嗎 王建銘 當然楊姬隊友 也是 他都可以用 為什麼 你們知道嗎 因為王建銘時代要搜尋 關鍵字的時候 那 王建銘這三個字 對於他們長官來講 你的前夜一定 一定倒焉 一定要寫到王建銘 交跟棒球有關 都寫到王建銘 可是 可是 你如果對文章 如果對新聞來講 那 完全是 完全是 是難以理解 可是 你知道說 網路時代 為了流量 和配信率 為了要爭取口號上 已經在改變整個 新聞寫作 或者體力新聞超過的 方式 雖然 有很多記者 或很多很多 網路上的相比 會 媒體真的是非常糟糕 可是 可是 我那麼多年在媒體裡面 我發現真的是 體育記者只能吞下來 因為體育記者 他整個暴勝的體制裡面 是非常沒有地位的 他跟體育記者 這兩個 體育記者跟體育記者 是被認為是毫無地位的 然後 加薪的加倍很慢 他絕對沒有 就是跑市政的 跑政治的 跑國會的記者 有地位 所有上課的學員想說 你們不要 你們最好不要 不要去跑體育君 除非你是要 非常有興趣 除非你是要有興趣 不然 那個 大家都要讓你被子 在報社裡面 成為一個 一個明星記者 是非常 非常難的 但是因為 因為你的總編輯 你的社長 你的主長 他對體育或運動 更不關心啊 他只關心我 到底我等一下會不會被我的 超好主任讚美 有改善很有限 比如說 比賽奧運輸給中國隊的時候 會變成多條新聞 但是很少見 或者王建銘 那一年 連續 第1、第3次 拿190新聞的時候 也有 也有一個報紙當 當投題 可是這次 非常少見 那 每次發生什麼新聞的時候 說 說版一定是體育版 跟有趣版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有沒有發現 所以在整個 媒體的權益 權益結構裡面 體育性 在新聞裡面 更不重要 老闆不重視你 這樣 雖然現在很多人是可能 因為今天 成為0.8的11層了 所以我要去買 什麼報紙來看 可是老闆沒有那個實力 老闆他會有 因為老闆不喜歡他 尤其是總經理 負責廣告的 判得多就有一個實力 所以那個權益 沒有改變的話 整個體育新聞 就不會改變 當然其實美國人差不多 美國的運動性 也沒有 不過至少 至少他們還是會 根據 根據整個銷售 網路的結果 來看它的重視度 那 所以就會 我們的體育新聞 該音化 或配音化 是一個 最近最有名的新聞 其實都不是在機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都跟運動新聞沒有關係 九頭生 六年 撒冰納 有沒有 沒有 可是有些 知道說 那個拍攝像是誰的冠軍 你問十個 沒有 沒有兩個人 你知道嗎 可是他知道什麼 對不對 什麼叫九頭生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對不對 好 今天中華直報 雖然票很分 很好 可是大家有沒有發現 其他不關心產季 大家也不知道說 說 你們知道現在全腦 謝謝 很多人不知道 可是只有三個現象 知道 第一個 上半期內疫來 大家知道 對不對 可是內疫 打了多少 很多人知道 好 第二個 第二個 就是 轉過去人的混爭 可是整個關於 關於 台灣脂肪的內容 沒有人知道 你會發現 那個 中文化非常嚴重 大家只是為了那個 為了話題來話題 這個就是網路時代的特色 就是意義不重要 我講到關鍵時代那裡 可是這就表示說 這就表示說 在媒體裡面 掌握了全力機構的那些 全力的那些人 他本身對運動 我非常的無知 對不起 如果 聽眾有 是長官的人 真的是這樣 不要 我想他們自己也承認 我想他們自己也承認 因為他們 很多人都是 他會當主長 他會當主兵體 他會當常常主人 他一定不是跑 體育出身的 他一定是跑 政治出身的 現在只有四個報紙 很好調查 你們去問 每一個人幾個都是啊 那這個就是 如果我們沒有去轉變 媒體的全力之後 這方面都改變不了 我好像把你的問題 從問題到其實方法都講完 那這個其實就包括現在 我們這兩天在講災難新聞 其實差不多 如果你媒體的整個對品質的要求 所以我們對道德的探討 這件都沒有做到的話 就害你了 我們等一下大家 如果還有時間的話 再來棄堂 就是說 我認為如果要成為一個 好的體育者 應該要具備一些 什麼樣的表情 因為我發現說 宣長我也有 我大概也有四五年 沒有進球場 因為我現在是退休老人 可是我還是看到很多很多 我的 我的 以前的同業 一直在臉書上跟我抱怨說 現在的企業大方 現在看到的 尤其是電視企業大方 那 休息一下再 我休息一下 如果 待會再跟大家詳細的介紹 我們可能 可以突破一些 謝謝王老師 什麼 好 謝謝王老師 剛剛我們 王國中先生跟王老師 結論談了很多 台灣目前的 運動新聞 或體育新聞 現狀的一些 有問題 那我可能要跟著 我們一開始前面講 我們一開始說 這個 在台灣 剛剛體育記者好像是人 裡面羨慕的工作 可是剛剛 王老師跟他們揭露的是 另外一層面 他講的是非常有道理 因為確實 在整個報社 或新聞機構的 權力金字塔裡面 體育記者一定都是 中下體 意思是什麼 因為很少 你可以看到 朱浩正這些人 他有一天當總編輯 那你旁邊聽說 會有一個體育記者 當台灣的總編輯 所以 他的升級管道 可能跑到了 體育相關路線的頂天 他不會再往上升籤 所以 他不會是 報社 或者一些 新聞媒體裡面 的一個 掌權者 這個 感謝王老師 因為 我的認知其實是錯誤的 因為我以前 十年前在美國 一個很有名的名字 叫 男主角就是 一個報體育記者 但是他裡面呈現不到 活得非常多 才活得很開心的生活 所以我有一個 錯誤的認知說 今天報體育新聞 是這樣一個 賞心願望的事情 好那 兩位老師其實都講了 很多的 現狀的一些缺點 我們都今天講說 我們框架很多 例如說我今天 他一個很重要的論點 就是我們把 運動新聞 把它挺有屈臣的 體育新聞 它變成功利的導向 而副月調的 運動新聞 我們看到一些重要的內行 第二個問題就是 他發現 我們那個很重要的框架 就是我們 新聞機構所掌握的 資訊經常是錯誤的 在過去前航路時代 問題很多 現在呢 其實每個人都是很專業的 資訊的搜尋者 所以 各位有興趣去看 在台灣的電子媒體 網路報的電子媒體 所有的運動新聞 後面才有留言欄的 全都是在觀看這個體育機制 幾乎你看 所有的人都在罵 說你在講不專業 這是錯誤的 那這時代的差別 其實每個人都是專家 只要你有這個知識 興趣 你就可以從一個非常專業的 一個運動新聞的 一個健常者 那 那孟老師剛才談到更多 很深層的 為什麼有這麼多的匹率 那背後的他看出 他看出權力結構 OK 體育線是非常 邊緣 在台灣 這個邊緣的一個路線 那第二個就是 我們今天的 媒體的經營 其實所有的路線都一樣 為了獲利 他的唯一的最高的準則 就是充流量 因為現在在台灣其實媒體經營 非常非常的辛苦 過去你今天可以透過這個 subscription 就是訂購 比如說我今天報紙 你賣報紙 你可以賺錢 現在你每一個報紙 賣報紙其實賺不了錢 你大部分的收入 都是廣告收入 我們知道現在的廣告收入 大部分全都被網路 你的廣告被吸納過去 所以現在所有的媒體 的老闆 他腦袋就一個字 就是流量 充流量 所以為什麼 蘋果你看到他現在的 即時新聞這麼多 多到你根本都看不完 你一直在充流量 那一些垃圾的新聞都丟上去 所以呢 有剛剛孟老師講的這個問題 你先談那麼多女子排球 今天的美少女出現 這樣的新聞會充流量 但是再專業的 運動的愛好的新聞 這是非常不入流的新聞 OK 好 所以我們進步希望 再請這兩位進步談 其實剛剛 有談到一些 一些初步的一些改變的方向 我先請 王國洲先生談一下 目前這樣的亂象 一些急遇新聞 運動新聞的一些例子 那你覺得有什麼 或者你可以進步的談 你可能會找到更多一些荒謬的層面 那你覺得實際上的一個改變的一個 你先請王國洲先生 我先 補充一下 剛剛那個 王老師講的 其實他剛剛講說 現在很多 很多學生不曉得 套球比賽怎麼進行 甚至你包括說 適時針 適時針 也不曉得怎麼跑 其實有一個笑話 就是說 以前有一個 有一個人 他是擺是誘打者 然後誘打者也是打不好 然後他的教練就建議他說 那你用換左打打打看 結果他左打 果正打出彎打 可是他 就往上飛跑 然後這個 這個其實 我覺得很有可能 因為我大學時候 我們班有舉行 那個 那個 班內的 雷球比賽 我班一個女孩子 他是做騙子 他真的 打出去以後 他就往三雷衝 因為 他覺得 用打者打完 往一雷衝 所以他從打者 他就往三雷衝 這還蠻好笑的 另外 剛剛講到 剛剛那個 翁老師講到說 其實像 像現在很多學生 他對運動知識 專業知識的不足 其實像 我個人是認為 其實不包括媒體 其實包括 我今天有一個出版界的大老 那個管大哥在這邊 其實像 只要到書店你去看 你說雖然 棒球是號稱台灣的國球 可是你到運動 運動或體育的 那個 那個位置去看 其實你看 其實棒球書 是很少的 籃球也不多啊 其實最多看到的是什麼 是五處啊 是拳譜啊 類似那樣的東西是最多的 那你說這樣的環境 你怎麼可能 就是說 我有心想去吸收相關的知識 我也找不到 那我個人 我個人很喜歡各項運動 那我的 其實我對各項運動規則的了解 或者是對這項運動會喜愛 其實都透過一樣漫畫 我小時候看漫畫 大部分的 大部分的棒球知識 我都是透過漫畫學來的 足球 然後橄欖球 橄欖球就是每次足球 一些小時候 一套漫畫的 叫橄欖球之音啊 然後高爾夫啊 好小子啊 健吉啊 我幾乎都是 各式各樣的運動 都是從漫畫中學習 去看 看球就懂 那因為那個 棒球漫畫 算是 日本漫畫的主流 所以你看久了 當然就 就懂很多 所以我想說 就在 在俄國藝衝去之前 我已經知道 知道 日本吃飯的很多東西了 所以我覺得這 其實 其實 剛剛講的 我覺得 不包括說傳統媒體 當然傳統媒體要 負一點責任 不過 我傳統媒體 我覺得有時候 你也不可能從 ABC 開始 萧綺 不可能從 ABC開始萧綺 然後 剛剛那個 剛剛翁大哥有講到 他講到說 在 在這個報社 體育記者 被影記者 地位地啊 然後這個權力 權力的掌握者 是在 在那些 不懂運動的人身上 所以他們要求 做出來的新聞 就有一點外行 領導那一行 可是 可是我覺得 台灣跟 美國 或者是日本 還是很大的不一樣 今天你看到美國 日本 他們高階主管 他雖然不是從 體育記者上 可是他們本身 在這個環境 他其實對各項運動的 涉獵 其實他是很懂的 他是 他是蠻了解的 那他甚至 你說你如果 常常去 看外國的媒體 不算有些時報 有些時報 有些時報的 那個 運動 運動難度 那個 不管是專欄報道 都是一流的 台灣以前 因為我剛前 講到那個 報道框架 我覺得還有一個東西 就是說 其實還有一個量變 產生磁變 就是說 從早期報警 到 報警解除 甚至到網路 網路時代 然後整個量其實非常多 那我覺得這個量變 會產生磁變 因為你訊息一多 你訊息一多 你 當然 你要 要 絞盡細思啊 去 從很多 很多管道去 搜尋 去搜尋你的來源 那台灣早期 我自己看 從1990台灣有吃棒 吃棒原點開始 那其實吃棒原點開始 我是 每天都聽廣播的 我是盡可能每天晚上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棒球這個運動最好的 就是說 你可以透過廣播去想像那個 比賽 所以我可以 邊聽廣播 邊做其他的事情 我可以邊洗衣服 甚至於邊洗澡 我都沒聽廣播 那 每次我聽廣播 我隔天 隔天到 一大早會去買 民生報啊 會去看歌家 怎麼去報導這場球賽 那我會發現一點 我根本不要去看球賽 因為你們寫的都是流水帳 一點也不好看 一點也不精彩 對 那直到我後來 後來我們有管道去外國看 看人家球賽怎麼寫 你會覺得說 原來報球可以這樣的寫 也有這種寫法 然後人家的那個 資料的蒐集 資料的分析 是非常專業 是非常豐富的 所以 所以有時候 我們有時候在抱怨說 台灣的 就是台灣的記者 自己在那邊 抱怨說他們 待遇 待遇不好啦 受到的 地位低 但是坦白講 有時候他們也要 自己去反省一下 你在這個專業 你在這個崗位 你用了多少 心力在裡面 我舉個例子好了 今天是2014 2012年 2012年那個陳維英 剛到大聯盟 在Sprint Training 在推訓 就大聯盟還沒有正式開打 然後台灣的 很多媒體記者 都有去採碼 因為他說 王建平是 王建平是受傷的 其實王建平就已經走下坡了 然後這個 基因隊的Manager 他們的總教練 他就對記者 應該是不只對台灣的媒體記者 他對所有的記者 他就講說 陳維英 他是左投手 左投手想在 打聯盟生存 他一定要練好他的 拳腳 變數球 然後他還講說 特別在美國聯盟 然後 隔天各大報 就四大報 每一家都寫 每一家都報導這條新聞 然後因為其實我不是記者 我等於是他們的專欄作家 那我就打電話問那個體育組組長 我就問說 欸你們有去看今天各大報道這條新聞 他說有啊有啊 那很奇怪 我說那你看這條新聞 你難道沒有疑問 為什麼嗎 怎麼沒有一個記者去問為什麼 因為一般人我報導這個 秀阿德講這句話 你一定要去追問的嗎 那你可能 當時沒有時間去 去問 問秀阿德這個問題 那你可以去找答案啊 你可以 你可以打電話 你可以去問專家 問球員啊 那為什麼都沒有人去問 結果隔天我就寫一天 告訴大家 為什麼秀阿德他會講這些話 他的道理何在 那那 因為其實像 台灣的 從 因為其實棒球真的 有時候也是算蠻複雜的 所有的運動裡面 他的規則最複雜的 可是很難 可是我覺得只要 你如果對這份工作有熱情 你很多資料 你會去找 你比如說像我 我今天有拿這本 這是棒球池點 你知道嗎 Protiton 那是第三版的 這一本我覺得它厲害之處在哪裡 他每一個術語 每一個出處 這個作者都會告訴你 這個可能是在1901年第四 在 比如說法聖旅遊報出現 他在裏面時報出現 他在誰的書 還是哪一個球員 他講過的 你應該其實都找得到 比如說 以我們現在大家 如果有開區文報導 都知道 什麼叫劉子先發 Protiton Protiton 你在裏面找到 他會告訴你 這個其實還蠻新的 差不多90年代才有的 在90年代之前是沒有的 那其實你只要用心理 其實正常報便 你本也不會啊 你那些台灣的記者 你如果到美國去跑比賽啊 你在一般的書店 其實這個處理會很少啊 還蠻好找的 然後我現在就把那個話題欠 第一個 第二個 就台灣 台灣在 在運動新聞 或是報導的時候 忽略 常常忽略的腳步 第一個到我知道 就是說 太以台灣為中心了啦 然後這是無可厚非啦 就是說 比如說在報導 大陸的系統啊 凡事都 就像剛剛王大哥講的 一定要跟王建林 折當關係 一定要跟陳偉英 折當關係 可是有時候你也可以改變視角 甚至於 甚至於我一直很納悶 比如說如果我是 因為我不是線上的記者 如果我去跑線 我在美國採訪 大家 大家 比賽以後 都搶著去問王建林 陳偉英 我覺得 我不會 跟大家去搶 我會去問普通 我會去問普通 我會去問投手教練 我覺得這是不一樣的 這不一樣的觀點 甚至於我會去問場邊的觀眾 場邊的人物 特別說 我們看到一個老外 他為什麼是穿王建林的衣服 為什麼是穿陳偉英的衣服 表示他我認同嗎 我可以去報導 我可以去報導他 不要每次 講難一點點 有時候看 各家媒體 我覺得那個報導 好像是抄來抄去的 我會有這樣的感覺 那其實有些東西 你稍微用心 我再舉一個例子 以前在王建林在陽基隊 派一個隊友 我們台灣都叫他募帥 我們叫Mucina Muc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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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我就告訴那個 忠實那個保鮮的機車 我就說 Mucina是 Wiletsport 他是威廉波特的人 你應該去採訪他 威廉波特 台灣 從小我們看威廉波特長大 你應該去找他 然後 他說 他就去試啊 因為Mucina 他是一個大牌球星 他其實 而且他的個性很近 他其實不太接受人家採訪 可是 就剛好忠實這個記者 去教訓他 說 說 說 Mucina先生 我可不可以 談談 你的家鄉 和我的國家 欸 那Mucina就覺得說 欸 這個問題有意思喔 他說你哪一來呢 台灣 結果他就簽訂專訪 那 其實你只要說 你對這個資料 球員的背景 出身背景 你有下過功夫 你就可以找到很好的題材啊 這是我個人 其實 我覺得 我自己這樣來 參與他們的專欄寫作 我就告訴他們 我說 其實有時候 是 比較重要的是鏈子 我說有時候 鏈子沒有那麼重要 有時候 有些問題 你去問人家 你去問專家 或者自己去 有空去找資料 找書 你馬上可以得到答案 那到台灣 他們 其實我們 我們台灣的球員的養成 跟 跟國外 特別跟日本跟美國 其實不太一樣 這他們 說來話長 講 欸 講簡單一點 就是台灣的整個 球員的出身 其實他們就是 從小其實是封閉的 他們從小就體育班 他只會打球 他們不是像 不是像美國 像日本 他們可能在高中之前 其實跟一般小孩 留人一樣 那可能到高中之後 才選擇 要走運動的這條路 那甚至於走運動的這條路 才去練 他去練大學 那他們練大學 他們沒有什麼體育系 他也是受一般的 的大學教育 所以他們的 我如果這樣講 可會得罪一些 一些台灣的 體育圈的人 可是我坦白講 台灣的體育圈的人 程度也不高 我這樣直白一點 真的程度也不是很好 所以 你有時候 你要去問這些體育圈的人 你也誤不出什麼東西 以一個 以一個 我們講說 電視轉播 我們看美國 美國的那個 棒球比賽 我們都 都知道 一般都要兩個人 一個 你看他們的球品一定是球員出身的 一定是球員出身的 那台灣 為什麼到現在 還沒有一個 專誌的球品 是球員出身的 有啦 現在有 現在那個 楊青龍 中充才啦 可是它畢竟是 後來才有的 然後 那他們 也只能講 國內的 比賽,你要再這樣去講大陸,看有沒有辦法 當然 我不好意思,有一點講太久了 我先講到這邊 給我來講一下 請問問問老師 其實如果希望我們 台灣的現在傳媒 運動系統要你改變的話 其實我非常不抱希望 就是說我比較 我已經不會希望他們有什麼改變 我比較希望是我們下一代 因為我覺得現在是一個個人媒體的時代 你很喜歡 你很喜歡 純球 因為台灣下面有什麼壽司的東西 純球 即使你是個專家 你也想不到舞台 真的 所謂的舞台都說別 說一定傳統媒體 你要請上去 就是善良 你來出你可能人家也不認識 可是你可以變成自己的媒體 我覺得這是唯一改變的 每一個人 我覺得現在是很好 變成獨立媒體的時代 而且 因為網路的關係 因為有很多的link很方便 其實還會一定看到 但看到的比率可能不會輸給 不會輸給傳主流媒體 主流媒體 因為大家都有壞習慣就是說 你看完一場舞台 你用先去找 先去找這些主流媒體 大家來嘗試 可是你看一看 其實它也沒有任何幫助 因為它也是大部分都是看外面 大部分就是國外部落格 但你也可以看啊 只是它是因為它是記者 它只把它錄一個 比如說可能是中文化的東西 寫進去 或者是我一個大人網的官網的 什麼部落格的專家 可是其實那種專家跟你看球 也一樣啊 他也沒有在現場看球啊 對不對 那你為什麼不把你自己變成專家 我覺得這才是唯一概念 你不要認為它就是個權威 讓你自己變成權威 你有可能比那些球品還要懂 那你為什麼不把它寫下來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 非常好的一個方式 等你累積久了 那曼里就是一個 你也是一個不當裡面的 有權而為著抱球的波羅克 可是我才搞不懂 為什麼這些記者 每次都要去抄國外的波羅克寫的評論呢 他為什麼不去看看 其實搞不好國內有很多 其實他們也從農場就開始研究了 哪一年就開始研究了 我覺得他們不會比國外的沒有深度 只是因為他寫著文明 所以我覺得要改變 要改變就是 我們現在任何一個層面 我覺得我們太愛罵媒體 可是我覺得沒有用 真的是沒有用 我覺得要讓媒體有改變 就兩個方法 第一個 讓自己變成媒體 第二個 就不要砍 不要講 不要引誘 不要罵他 他就消失了 因為你越罵他 就越多人回應 越多人讚賞 越多人給他點閱 然後 然後 反而成為他很大的商業的機分 你如果覺得他不好 就不會很大 我真的是自然認為 電視新聞 口水節目還難看 就像講說不是狗病 就不要看 我覺得這才是真正的體制 你如果去罵他 他反而撞到了他 真的 因為我覺得台灣現在的新聞業 或傳媒業 並不是一個 你認為他劣質 你就可以淘汰他 不是 反而越劣質 他會越壯大 我覺得這是網路 是在一個很恐怖的地方 只有 只有我們每一個人 每一個受眾 也變成一個傳統標準 你才能真正發揮你的影響力 然後 你真正印象的東西 一定是你認為它是 是 出生 他實言只有你 他經過查證 然後 也對他講的很專業 這個場面 我覺得這不只是體育新聞 我想各種新聞應該都是 這幾個方法 才能讓我們整個 美力生態 有改變 這個是 是大的 大的方向 那如果從穿透 好的體育新聞看來 好的體育新聞uku 我會蠻希望 Substance 那些老長官幻 不要看到幾個流行的體育產業 包括棒球 籃球 、高娃公 其实真的有时候都不是这几个 而且他们看到了其实就是 现在以前蓝球棒球的一定都会有 或者是有时候会加一点国际的大赛 比如说有时候有点田径真的是蛮可疑的 可是我觉得田径很重要 我们现在连以前我带过田径的协会 我在计政的圣兵学校很重心 我觉得一个国家的运动 运动如果体育不好 它其他项目也都不好 不然你们发现为什么澳洲很快 就可以变成这个体育成果 他们的帮助发展不很慢 可是他们很快就起来了 何来也是 而且这些国家其实他们基本运动 所有的基本运动就是田径 田径、游泳这些都是基本运动 可是我们还超不支持这两个运动 早期有省运的时候 其实我们还会蛮重视 可能因为有集中洋窗网的关系 或者是有挖泥 早期我们还是有一些田径的巨蟹 可是慢慢 实在因为 因为这些人慢慢没落 然后后继流利 田径协会掌握的资源也慢慢变少 然后有一些金会慢慢散布到球列 因为我们好像看起来 他们的民众 比较喜欢球列运动 可能跟电视转播都很大 因为大家的关系 可是 可是 因为国家因为没有发展田径 他其他就做不好 因为好的运动学手 他一定要有K 他一定是K赛跟竞赛这两个 因为K赛的训练 跟竞赛的训练 转化成其他运动 都会非常强 那 可是因为我们台湾对古早 没有关系系的东西 都没有上去 那 跟我们自己的转播技术 也没有很大的关系 那这一点 可能是我们电视 我觉得电视新闻的问题 比文字记者的新闻 还要严重 早期可能 早期我们一生外有大型提报的时候 那个实在一起 其实我们还会去调说 这个 某个人 高正远写的棒球新闻 黄澄霍写的棒球新闻 或者陈小玉写的棒球新闻 或者陈小玉写的棒球新闻 有点 比如说我们会觉得陈小玉很感谢 然后黄澄霍 黄澄霍大哥他写的体育报导 是非常像电影 他的短剧非常多 他看他的句子 你好像看得到比赛的影像 看陈小玉写的 如果你们去发育成名 他的感性 感性面非常浓厚 他不只会 他是我这个字都会产生 我们在传统兴趣里面 我会讲你写信物表什么可以有我 我觉得我看到 我感到不可以有的 可是 早前的医生报 是有允许他会记者 用很感性的笔法 去写T恤 其实我觉得那也是个突破 我没有觉得他一定是错 没有觉得他一定是错 那 你就知道说那个时代 在体育新闻、运动新闻 既有受到 浪漫有受到做的事 可是 我觉得民生报导 是台湾 台湾 休闲新闻 或者是运动新闻 包括有据也是 一大损失 没有 其实我觉得这个时代也需要 像 像民生报导 大神情报 那个时代这样 可是实在这样也没有 这样子 你跟我们转到 转到网站 跟所有媒体 或社群媒体里面 其实我觉得这样也很好 更及时 可是没有人再去探讨 文体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是蛮可惜的 那 恋人事新闻是更悲惨 他们根本没有什么讨论 讨论整个画面 或者是 我觉得MOT里面 比如说福斯 或者是艾尔达 他们稍微有 稍微有留心一点点 可是那些 那些传统商台 跟某些channel 也不错了 我觉得他们 他们体制的蛮可惜的 但是他们有时候 跑来回家 乌婆威士 有位出门过 聊起来 突出他们的鼓水 每一人都很想 很想赚 赚赚 因为他们的湿水慢慢越来越低 比如说 现在体制者 有的 去也是两万出头 并没有非常高 并没有非常高 那 我还是认为是说 说 网路上的书血 是一个很值得 大家去留意 大家去好好耽误 这一块 因为 你现在受死 因为你现在 已经不会像黄大哥 去买那么多的书 你知道网路上的机会 比如我们当 像WayK也是这样买的 甚至那时候 因为 那时候 我那时候因为 也是因为 佛光云的危机 佛光云在美国 是我们中国时报 我那时候在中史文报 佛光云是中国时报的 驻美记者 然后他知道我在写棒球 他就特别 特别告诉我说 我第一本的棒球书 是他写的书 那他还特别帮我 帮我记很多 他给我写的非常好的 棒球作家的书 给我看 我做一百一百的 翻试给一百一百的 我说哇 人家是这样的 可是我们的 我们的版面 我们台湾的体育版面 跟美国不一样 我们没有这个空间 让你去好好去耕耘 一个好的问题 产生一个优秀的 优秀的体育技术 或者是运动作家 很难 很难 像我 我那时候很喜欢看 美国时报的周末晚 周末晚有时候有 有很好的 文学家写的棒球 棒球场合 或者写他们 某一个 某一个球星 你会看 我都觉得 哇 我们为什么没有这样的 版面 让你好好去写 比如说 现在明星赛要到了 每一个球鱼都会 求同这边 为什么可能是 有办法 有办法 背成一个 大家心目中的 明星球鱼 可能其他没有打得 特别好 可是到底他那个人 人格的真实 可是我好像还没有看过 我哪一个 哪一个 讨论多年的 体育记者 我写过这样的一个 一个文章 就很可惜 我觉得不是 我都不会把它 归罪于 归罪于记者 而是我们的整个体制 就没有给他那样的 的版面 让他去发挥 那 有点我觉得很可惜 就是 我们的长官们 好像不鼓励我的 我的记者 变成一个 一个明星 我就觉得很奇怪 就是说 他不会 他不会 他不会去开版面 给我的记者 我记得我以前在 台湾报的时候 我都会很鼓励 我每个记者 你每天最好 跑完顾虑的新闻的时候 有一个特导 或者有个评论 或者有个特导 或者有个特导 所以不是 不是新闻之外的东西 就是属于你个人 你今天去跑的一个 籃球赛 你今天去跑的一个高尾球 你有没有看到 那个感动力是什么 这比较让你最感动的 不是成绩而已 我想看到你 你的心情 你跑了一个 因为高尾球 你的心情是什么 然后你有没有看到 台湾发展高尾球 运动的 运动是什么 我们早期以为 我们那时候 认为高尾球是一个 是一个 阶级面诺 我的思想 还认为我比较偏左 我会讨论高尾球 因为我觉得 那是高尾球 那是高尾球的 狗人是什么 那 其实不一定 已经在改变了 在改变了 可是有没有去 去博信 讨论高尾球 一路以来 面临到的固定是什么 他们变化是什么 这是 从你良快以来 到你 到现在的 那个谁 那个女生 那是女人 对 到底能够高尾球的发展 有碰到什么样的火花 可是好像都没有 我觉得很可疑 我觉得 如果有人 每个礼物是这样写的 你们会被这比较吸引 而不是只看到说 又挤干了 又落后多好干了 他又 我觉得 我觉得 数据有很好的 让你很好观察 有变化 可是没有人好好去挖掘 数据背后的 属于人性的耐力 我觉得 这是下一代的记者 我就以前的记者 因为跟 跟球师们 会有个关系 可是他们没有反应 他们那时候 提醒了 早期 有时候早期 就要是留学 或者是中央日报 他们的记者 没有很大的反应 其实现在也没有 你整新闻300次 就要你解决 你说要让他写什么的信念 根本 根本没有 我是gap 我真的是 我那时候 我那时候在大路心理主 你在中央日报 我就 我是那种海鱼 因为我海鱼 怎么样 我对很多东西都没有兴趣 比如说 我就会跑去跟荒乌乃里 包括我们以前 有很多时候的 影区人在荒乌乃里 他在边中央日报 在影区里 我就跑去跟他讲说 我可不可以写你的 我想写乐评 然后他说 他说 可以啊 我们套望 你来帮我写乐评 因为我那时候 你来自立 那时候是 我是那个谁啊 刘克香 刘克香叫我去自立晚报写 写乐评 这样 然后我后来就说 那你必须要把自立晚报停掉 我才可以让他在中四晚上写乐评 然后大概在1988年 我有看到台湾的这个 体育 体育运动 可能要快要 我有感受到 可能快要进来 然后我实际就跑去 跟我们那时候的 副刊的主编 叫罗智晓 一个诗人 我就去跟他讲说 我都叫他罗我 我说罗毛 我可不可以来 你这个开专门 你这个很不要脸 你知道吗 然后我说 我可不可以来 我开专门 我说 我想写 棒球 我想写棒球 他就这样 灯了很大眼睛看了 然后我开始跟他解释 我实际上 以后他用的榜纸 就叨了 就跟他 跟他屁人一样 他说 好啊 你来写写看 所以我后来就开始 在周初的冒际看 我先写 先写棒球 那 就是 其实你 你 我觉得我还蛮幸运的 我都有遇到有一些 一些长官 愿意 愿意 因为 我觉得那时候的 的媒体人 还蛮 我觉得还蛮好心的 他们会愿意 愿意听 愿意听我的 我的 不是quitrain 我的推销 然后 其实我那时候 我对棒球的很不好 我一开始 我对棒球的就是 我想用感性面 去写棒球 我 因为以前 小时候看棒球 不是比如说 丈夫打人来讨论 我觉得 不好玩 然后我想用 用女生的想法 来写棒球 所以叫做女生 然后 然后 用那样的比较 女性的方法 来看 看棒球 因为 一般人都会认为 男生 男生比较很棒 女生 女生看完 就臭得很好 以前都是这样的 那我想 打破 那种概念 用不是专业的 角度开始 然后 会走上专业 因为是 是在中华直邦 刚刚开始 直邦二年吧 二年 然后 被 但是我跟 曾文才拿了 非洲电视台 刚刚开始 在转播棒球 然后他们 就找我男人 去讲 那我当时也是认为 我只是 来客串 我真的有兴趣是写 写小说 写诗 其实棒球 我也不会觉得 我也不会觉得说 它 对我来讲 是多重要 我只是把 当我一种文体的 我在磨练我的笔 它是我一种文体的训练 去讲棒球 然后我就开始做上去 可是 那时候有一个 有一个中华队主教练 他被施棒球拆掉 因为他就是棒球 但是站在我旁边 就讲说 一个 一个小麻痹的人 竟然 也 能讲棒球 是饱含的季风 这样子 可是那一句话 对我来讲很错误 我从此改变了我的想法 就我本来有些棒球 只是玩玩 我只是尝试一个 新的 新的文体 我想 我想到 让大家看 写运动文学 是可以这样写的 我想去跟 会走上专业抽屁 是因为那句话 你说 我一定要成为一个 专业的抽屁 我要做给他看 做给这个总教人看 三年后 这个总教人出书 找我去画了 他的出书的 他用我去画 他到那里找那句话 然后我也是 然后我也是 是因为 跟这个冯光源大哥 他给我那些书 慢慢看 慢慢看很多的 联络 联络 才慢慢走出来 那所以 新专业记者的路 是需要 环境调停 跟 跟自己的努力 慢慢走出来 那你如果只是要混 如果 当然就是 是没有成果的 所以 整个 整个 台湾的体育系统 如果有长官 肯给你机会 然后我们也肯去 把他跟 那一定会 比较好 我觉得 今天 如果 如果有很多 很多话 长官都来 都来这里 听到这些话 应该会比较有事 好 谢谢王老师 那我们等一下 呃 就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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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怎么会提问 然后跟我们两位主讲人 呢 可以密切的交流 那我们刚才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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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了一些想法 剛剛黃國洲先生能講的 很多不同層面 就是我們今天一個運動新聞能夠成功 其實不只是今天記者的樣子 要做一個很紮實的技術工作 那像他剛剛這間有些人秀給我看 因為今天陳偉英有出賽 他自己就寫了一個比賽的紀錄 我們就可以知道一個好的一個評論的人 他是如何去做這樣的基礎 每一球每一球這麼細緻的把他記錄下來 然後去分析背後的一些過程 你可以看到他所下的基本功是非常紮實的 然後選手本身也是非常重要的 其實各位如果常看美國NBA 你會發現他球評大部分都是退役的 球員很像Shakeeo那樣 退役之後他可以找到第二村 那他的節目也非常的整 但你可以發現 其實為什麼外國的球員都那麼會明天散到 那當然也是以後我們台灣的運動選手 一個很重要的處理 其實你可以不斷的增加自己的學力 讓自己能夠present自己的想法 那就像剛剛黃國聖先提到的 那個Wesina 他很有名他是Stanford大學畢業 他也是一個雲海大學畢業的 然後但是剛剛那個王老師 他當然談了很多對他的現狀的評論 他當然有過很多的媒體 他見證了很多高級人 他們在這個心態是什麼 那他比較悲觀的一個投資的就是 他覺得這個現狀很會 如果期待大環境改變可能不會太好 那他比較多的關注是建議各位 你可以 你是個個人傳播的習慣 每個人都可以當你很好的球員 你可以自己找到自己的方案 你可以通過你的Facebook 你可以在網路上透過自己的一個影響力 那我不一定要像瘋老師投資的那麼悲觀 如果這個每個人都投入這樣子 我相信台灣會改變 其實瘋老師不會同意 量變當然會導致質變 不過可能不是短期的結構可以立刻變成 好那我們現在就開放給現場的各位提問 那每個人呢 就大概花30分鐘 30秒不正式 30秒講自己的問題 或者你的評論也可以 那我們先收集幾個問題 一定要再特別請兩位老師回答 好 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好不好 我先給他第一個問題 好 有沒有第三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 好 我們要第二輪再開始 好 謝謝主持人 林鄧老師 我想請上的是 就是剛剛老師有提到裡面的Total Baseball 因為我把它比喻成就是那個 國標的財報 老師就不是一個老師的比喻嗎 因為我沒有看到那本書的直線下 我贏到自己的想像 對不起我對股票是個大外行 所以你這樣的理喻我不曉得 對不起 應該是說這一本Total Baseball 它厲害的地方就是 像早期中華時報 台灣的時報 它那時候有引進洋價 那引進洋價就常常講說 這個是具有大靈魂之力的 那既然這個具有大靈魂之力 那只要它具有大靈魂之力 我這本已經找到它的資料 我就可以知道它 大靈魂之力到底是幾年 或者是幾天幾場 它的打數是多少 它打擊多少 還有如果它是同手 它的聖筒是多少 拜託多少 聖筒率是多少 都可以找得到 都可以找得到 那在那時候是如獲 如獲至寶 是真的很不容易 因為在以前那個年代 真的就只能看 我不是剛剛那個 翁老師有講 就講說 其實在這個年代 我一直搞不清楚 為什麼很多記者 還要靠外電來寫稿 因為它外電其實是summary 比如說今天 陳維英 他有投這輛比賽 今天陳維英第11勝 他去 翻那個外電 還是操外電也好 其實很多資料都馬上都有 大靈魂官網 他整個甚至於play by play都有 然後包括他game day 你如果有看到球 他包括那個球的弱點 這一球 這一球是 球數幾mine 然後他的球種是什麼樣 都有啊 那幹嘛去操呢 對 那你如果每個人 你如果媒體去操外電 你出來的報導 就會大火響力 那大家就越看 越有興趣 那如果你外文能力好的話 你就直接去看 國外的媒體好了 比如說像 我個人比較喜歡玩 玩這樣的遊戲 比如說今天 今天那個陳維英是跟西雅圖選手 他去那邊做客 那他贏了 一般我寫球兵 我是先不看這個報導 已經沒說影響 可是我球兵寫完 我會開始去看 那我第一個看 就會看 波特路上 阿地摩太霸 看完以後 我會去看 今天他在西雅圖 我會到西雅圖 十八路 去看對手 怎麼去看他 欸那就是不同的觀點 那就會 那就會跑完了 因為他琢磨的重點 會 會不一樣 爆跑的角度也會不一樣 謝謝 那我可以再問一下 就是 盛比子老師 我想想請 下面是您對於 也可能會講 疼我 他的運動數 誰 什麼 我們先休息完問題 好 第二位 兩位主比 不好意思 我挑戰各位 我不曉得 兩位主比 對於體育 旁邊 標準過程 我是穿過三件 補優國籍的題目上 到國安比賽的一個人 以前 國中的時候 我的現場 並備田津國手 跟海豬國手 我們苗里 就是一個田津跟海豬 就剛剛翁先生講的 所有的運動都是 我們田津 最近老家 我們在17家 然後我們今天台灣的媒體 把一個球星包裝得太過癮 好了 有沒有去追探到 他辛苦的後面裡面的教練 跟他的出身 我想 兩位主理回答我這個問題 然後我們再細看其他細節 是吧 第三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 請 您好 因為我 我最近因為他們 我覺得這個是壞 我只是蠻好奇的 就是我剛剛聽兩位的演講 我不太懂 就是 在你們心裡面 運動 在於我們生活裡面 它一個 你是怎麼 是怎麼看待這個東西 在我們生活裡面的 它帶來的一個意義 因為我覺得我們怎麼看這件事情 就會反映到 我們怎麼報導這件事情 我們會怎麼去 會被什麼樣的報導吸引 如果我們今天看待運動 是一個單純的 一個休閒娛樂的話 那當然他的畫片新聞 這些東西 當然就是很理所 當然它就會存在 它就會吸引 那如果說我們把它看 看成一個 一個國家 一個實力的展現的話 他當然就會 很多的我們台灣 中心的一種 一種想法 有的國家 甚至說 有一個很厲害的運動員 他就說 他的祖先是 韓國人 然後他們就很爽 這樣 這樣意思 那我剛剛聽到兩位 好像 好像是 想要把他引導到一個 好像他是一種 特殊的藝術 這樣去呈現 所以 我們會去了解說 這件事情 運動 他背後 這樣的一個 特殊 他的 就像這樣一個藝術家 他背後的一個 他的生命的過程 他為什麼會展現 這樣的一種 藝術的一個狀態 那我不曉得我的理解 對不對 如果不是的話 那我想再問問一下 就是你們在 對於這件事情 這樣那種特殊的藝術 他的特殊在哪裡 如果不是的話 那我也想問你們說 你們覺得 運動這件事情 到底他的 讓我生活 讓他存在的意義 是什麼 謝謝 問題都很大 那個 他有一些人 關於他諾寫的 對 因為他諾寫 他就是 謝財俊 就是那個 GT系的老公 那 我認識的這些作家 包括 寫 曲四 江湖志 还有那个 刚刚我们的九龙刘大任 这些前辈作家们 其实他们都非常喜欢预作 很喜欢看预作 然后也非常有需要 所以如果经常看预作的书 都会非常有帮助 而且有些帮助的书也是在漫天处 所以如果我就做钱的话 我觉得人真的要有点 你要有一点经历跟思想的累积 才有办法看到运动比赛 后面很深刻的一个人性面 我觉得我以前太年轻了 然后开始在写 我现在看我以前写的 我会觉得很害羞 我以前真的写不好 可是以前他们给我比较多的机会 去表现 刚刚也有朋友聊到 很多不止天径 包括教练训练的方法 或者他跟运动运复动这些东西 都没有 其实我觉得以前还有可能 以前 以前旧生大报的时候可能 比较有可能 因为那时候 那时候报社的资金比较高 然后人手较足 比较有可能去做这些东西 现在只有四大报 然后就会非常缺乏 人事一直在缩减 所以他们现在 而且现在 一如发现 现在很重视即时新闻 然后我那些跑线的记者朋友们 每一个人都来陪个物 所以说 因为那些新闻 它只能外出的反应 看了报导就马上写 或者看了比赛就马上写 然后一场 一个比赛可以分成 然后几层即时新闻 这样 那它没有时间去 去 不要说 你不要说深入报导 你连 有时候连找错 它都没有时间 这样 可是一说就出去了 然后就被传出去了 这个 这个是现在 在讲究即时新闻很糟糕的一个 而且后来 为了大家 为了要拼即时新闻 有些还不是 他们不是找线上的新闻 我有一个 我有一个朋友 他是跑线的 他有一天 我回到他报导 那些打工的男人还没走 他快 那白天的时候 我的位置有那么多人坐着 就是他们报导 有找了很多公主生 为了要去 充这些即时新闻 就找很多人 到各处看外电 看报导 然后翻译 然后赶快有即时新闻 上线 有时 东升 就是蛮云险 东升新闻云 对不对 那个都没有受过 新闻交流 就开始 开始做 所以有没有看到 整个新闻业的品质下 其实跟即时新闻 有很大的关系 而且他们没有 他们没有品管 就是他们后面没有一个编辑 帮他做整理或校对 或者是查整理 这个工作 所以 刚刚这个学生 问到这些更多的教练的问题 更多训练的问题 更难做到 尤其现在都是轻薄 因为我男小快 要求这个新闻的跨外体 简直就已经荡然无存 所以我才会 其实我不是没关 我反而觉得我主张 我主张个人的媒体 我反而觉得我这种想法 是具有革命性的想法 或者是非常不仁观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反而是一个 因为个人媒体的群起 才有办法做到台湾的媒体 你如果只是等待 政府媒体的更新 或者叫他长进来 不要叫他更新好了 叫他长进 多快点来 我觉得他们 我想他只是 不要在乎他们政党 或者支持他的政治人物 哪些人会当选 或者是可以 可以飙到什么案子 让我的公司有点收入 我想可能是这样子 那 那关于我们画面 就更严重被清 我刚刚没有这样 第三个人有问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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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到 好 现在我前面 前面 大概稍微讲到 这比较跟操作 其实 我比较说是操作命 你有 你那个操作的方法跟程序 对的话 他的本质就容易浮现出来 那 你如果是想他吵话题 他的深刻性 就一定会有灭 现在每一个主管 只想 因为我的射感要求 我们要做即时新闻 他绝对不会在乎 他的深刻的历史上 大家在 在吵西伯恩娜的时候 我就是要去找我的摄影界 就赶快去抛牌 他们九头声 赶快拍到 比较要急 对不对 林素豪来了 我就赶快一定要贴身采访 你怎么 怎么把他的照片弄到 尤其现在 现在短片 更流行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 那个 因为我常见来 比如说 都会 王健平或者是 球迷人比赛 比赛晚晚 比赛晚晚 他们都会教我 写简短的 球迷人 那 那 后来有一天 他们几个资深自诊 都跟我一起 大概快二十年了 因为我都是从 直到原点开始 就在棒球场合 那 他们几个人 就跑来我家 都说 欸 受计指 你以后 可不可以自己拍 因为以前 他们都还会打电话 问我 球评 我就会把我看一下 然后他们就 那不是我写的 苹果这话 那个都不所写 以前都是他们 就是他们 他们口头采访 用电话采访 可是他们现在希望 我拿我的iPhone 然后我自己讲 因为这样他们 会让他有影像 然后会有动 苹果有动新闻 你知道吗 然后会有影像 然后会有我自己的 的声音 然后他们就根据那个 可以写 他们也可以写报导 也可以放在他们的 影像新闻里面 就等于让他 让他 你减制度 就让他 让他有影像 又有我文字 可是我说真的很怪 我很抗拒 我有点抗拒 就说 就说 可是这样就没有采访整啊 你不觉得 我自己拿相机 拿我的手机这样拍 然后我自己这样 成为今天的 滑球表现还不错 我觉得很怪 我就说我这样做起来 我都觉得很 很厉害 而且我觉得 这个违背我的新闻 对 就被人说他们的新闻 是没有采放症 被人是我自己提供的 会被人是我自己提供的 不然我就 我大概做了三次 我就跟他们讲说 我没办法 你们要 要嘛就要防护 要嘛你就防护 不然这样的作为 我会觉得 乖 乖 好 大概就这样 来补充 我来补充刚那个先生讲 那个田径的问题 其实我从小也很喜欢看田径 我认为田径 田径 田山竞赛的比赛 精彩程度 不会输给田径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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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甚至于他的前竞赛 因为他其实时间还蛮多的 其实会更紧凑 那为什么台湾在这方面的 不管是电视 或者是平面媒体也少 那其实跟我们自身的实力 是有关系的 这绝对的 你说像王建民 还没有正当大铃铛之前 你看 台湾有谁 台湾其实 很少在报道大 大铃铛的新闻 其实骗补不多 反而是之前 早期是日本职办 二国一桩 那其实这个 不是有关系 不过 如果有关心台湾田径的发展 其实有人在 其实已经有讲很久了 台湾的田径发展 会一直受限 其实跟台湾的PU跑道 有很大的关系 台湾到处都是PU跑道 那奇怪了 你PU跑道 每个学校 你看每个学校 每个公园都是PU跑道 那为什么我们的 竞赛成绩反而退步 那是有PU跑道 他中心 他草皮也没有了 那就没有田赛了 对 那你看基础教育 其实你说讲 这就真正的是体育新闻 我们的国小 国中 他到底现在是怎么去发展田径 其实几乎没有啊 你像 你像特别是大调的地区 那个学校 你里面 你连个沙坑都没有 你怎么跳远 你怎么去跳远 那你那个 钳球啊 铁柄啊 那些东西 完全是没有的 所以我是有人提出来 我觉得是很有道理 那当然是跟主级逝者 他掌权的人 他有没有经费去发展 有关系 像我 我小时候是 我是北港人 像我小时候的 北港的公园 北港的运动公园 我每次假日去 每次都有人看他们 念高蓝、低蓝、田径啊 三铁、铁、铁都有啊 可是这几何时 现在其实 根本 根本是 看不到的 那当然一个时代的风草 没有关系 其实像 我小时候 我那个地区 排球特别流行 像我三哥 他本身就打排球 他是 他是 身体的 他是排球队的 好 然后我刚刚还有讲到一点 我说为什么 学校体育 是 这个 学校的教育育法 我现在本身 我已经带五年了 我本身 是那个 我们旁边的国小 健康国小帮球队 小学的义务教练 我这边带五年 那一外面 自己本身 也很有兴趣 那我小时候也玩过 我是从小 我还从很到达的 可是 因为我不是科班出身 所以我等于是当助理教练 我还是找科班的 来教 那我协助他 那我边协助 我接手的第一件事情 我就去找教场 那其实很可悲 你说 棒球是台湾的国球 很抱歉 台湾的哨棒的交产 中华棒球出一本 不够贵的 一本五百块 我买九十四百五 哨棒训练 那本哨棒训练 里面大部分 不是讲哨棒 东超西超 其实大部分 不是找哨棒的 那我自己 后来 我还是一样 去日本美国 所以你买到一堆 而且人家做得很详细 对 那为什么 其实我说 这个其实就是 所谓的基本功 他们到现在都还没有 我也跟去年 因为我去年有机会 跟那个棒写的 迷俗党林中城 我也可能去 去美国考察 那个大联盟的催俊基地 我就跟他反映 其实这种东西是我们 棒写应该去做的 甚至于是 学着棒球 应该要去 做这帮年的工作 那刚刚那个 今天讲到那个 说对运动的看法 我不是觉得说 他的其实角色 是多元的 你可以 你认为他是休闲 他就是休闲 你认为他是娱乐 他就是娱乐 你认为他是 他就是 每个人 每个人的定位不一样 而且 运动的范围很广啊 所以 你说怎么去看待他 我来 我来引用一个 我记得 那个导演名字 我突然忘了 有一个导演他很喜欢棒球 然后有人就讲说 你既然这么喜欢棒球 你为什么不拍棒球电影 然后有人说 我干嘛多持一局 真正球场上的戏剧性 就已经够高了 我干嘛多持一局拍电影 我就去看球赛就好了啊 而且福祠吉士 每年都在上演啊 每年都有非常 具有戏剧性的比赛 在上演啊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啊 就这样 就这样 好我们现在第二轮的题目 好 一 二 三 那我们先收集四个题目 一二三四 好不好 那个 龚老师 还有黄老师 你好 就是 我觉得 因为 我个人是棒球迷 所以我就以棒球的角度切入 那我觉得 像是国外的 比如说大联盟 他们有的就是 我觉得 运动他不应该只是一个小圈圈 他不一定 要限定说 你一定要是接受正统科班出身 才能够去参与这个运动 那比如说像 最著名的是 前红雀队的总教练 Toni La Russa 他本身是律师 但是他后来成为大联盟的教练 但是在台湾这种状况似乎不多见 就是 只要是当职棒总教练 就必须要是职棒球员 我觉得这不应该有一个身份的限定性 然后第二点就是说 因为这样的高门坎性 导致很多初次接触运动的人 他没有办法很快的就融入 像我个人看一些 比如说像 美国的Sports Theater 它里面有一些专人的写作 他是用一种非常戏剧 非常电影化的角度 去描写这个球员 描写每一个头打的对决 甚至有的时候呢 会用一些虚拟的 比如说把它套入到一个 一个意象化 去把它 把这个实体的东西 把它意象化 我觉得这样子 是不是可以降低 那个 运动的观看的门槛 让更多的人 能够了解到这样的运动 那接下来是说 像是 搜据局长老师 有提到说 独立媒体的运作 我个人之前在 那个PTT 就是BPS版上面的报告 我 我在那边分享一些 就是一个新的东西 就是PAP 投手滥用指数 他是 依照投手的 用的球数 跟休息天数 去做一个计算 然后得到一个结果 但是我觉得 我没有得到太多的 feedback 就是 因为独立媒体 我们不知心 所以我们 所有 所有运作都是靠着 我们的热忱 那我想请问说 要怎么样去保持这份热忱 让我们能够继续的 让更多人可以推动 这个独立媒体的运作 这样子 以上我的问题 谢谢 梁文老师你好 就是 我一直从在国家 在看高雄 那我是有 刚刚在演讲的时候 我想到就是 通常我们 中华 因为那种 台湾都会面对 国外的球队 所以说其实通常都参政率都挺高 我想说这问题 会不会跟我们 台湾 呃 非法新闻 选手队新闻 国际管理 或是说 呃 台湾对于勤修这方面的力 相对剥够 所以导致 选手不好干净处理 尤其打击的部分 那另外问题 就是说其实 台湾只段有20几年了 那 两个联盟都在互相竞争 之前是 纳瑚华联盟 跟 中华职报 那现在又 有一个 共产华联盟 跟中华联盟 我想说 奇怪 就是很特别 台湾这个 不大不小的地方 居然会有这样的情况 到底是 大家是怒爱运动 还是说这支本家 是为了要 做什么事情 有没有一些 背后的故事 那还有巨大问题 为什么没有办法 一直去 一直去 就是让他真的服辅 而不是让他一直延荡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台湾是个岛国 然后相对球员数会比较少 然后基因的球一定相对更少 能够出国一定会更少 那台湾是否能举起 像应中家的精神 那种 摩球任不定的概念 他棒球数据的 也很像 那位评论 其实有类似 他是 经过统计 精密去计算 如何 让这个选手 能够有机会少 而不是追求所谓的角色 然后能够降低10分 那这个球队或这个国家的 软硬球技能的报告 大家会不会又失去 这个很积极的 台湾 想请教一下 有 好 问题很多 这样记得住吗 那我们先回答这两个问题 那这两位我们等一下 下一个人 好 汪汪老师先 可以了 嗯 诶 诶 两个嘛 第二个就是 跟数据有关 跟热情有关 我觉得 我觉得 其实台湾 有在改变啦 有在改变 可是呢 球员跟教练呢 其实 其实 不是很相信 有可能 他们现在同居的 累积也不够 也不够多 这个效率他其实 还没有看到 另外又说 因为 因为 你知道那一圈很封闭 你知道吗 因为我跟他们20年 我发现啊 他们就是 他们有时候会跟我讲说 说 他们都叫我可能 就 哎 我小时候 你这样怕的啊 我小时候 我教育就是这样 教育的 你要叫他 要再拿别套 他也没有 你知道吗 虽然数据很清楚的告诉他 这个时候 就应该要这样 可是 不对啊 你教育不是这样教育的吗 因为他还打20年 他还打20年 甚至他们都是奥运博手 或者是什么博手 可是他就只有 他自己就只有一套 所以我也了解说 他们也很想改变 可是他改变不了 他以前变成 他以前受到那一套 已经变成他 他内化为他一种生命反应 你要将他改变真的是 真的是蛮难的 所以 尤其是今年 造成球队很大的冲突 因为 现在有大大萌萌的来 有很多小联盟的选手 回来他打球 那 有很多教练很明显说 其实他带不动 可是他又没办法 那 有很多矛盾 所以你们 这个现象在一打特别明显 不知道你们 你们有没有发现 因为一打回来的小联盟的选手 特别多 然后 一打还有大门 就是美国来的教练 那 我就问他们 他们说 有文化的问题 他们 美国人想要适应台湾的方向 他们觉得 他们党整理关键会说 我不应该全部把美国那一套 搬来台湾 可是台湾会想说 你们不是被我们进入吗 就应该叫我们美国那一套 可是我们台湾就叫他们认为说 这不適合我们台湾来去玩 因为美国的都比较大 比较大 比较大 比较小 比较小 那些困难 我应该还不敢 这样 可是也不进 其实也不进来 美国也不是每一个都是一套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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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讲 我觉得 只能等 更大量 更大量 小人马来回来 去改变 整个 整个生态 看有没有 看有没有办法 可是问题是 我们家小人马去的人 越来越少 然后能达到 越来越少 这个可能一点 怎么讲 只能说 其实我认为说 我 其实我离心我愿意愿意 我们到球愿意愿意 就是说 就是说 我认为 我们花在 我们的老板 或者是我们的报酬协会 我们的组织 愿意花钱在球人身上 可是不愿意花钱在教练 就对于教练的 upgrade 做得太少 他不愿意 可是 可是 在 这跟我们自己教练的上帝性也有关系 像越军章这样的人 真的是很少 日本有很多教练 他们是自己花钱 他们不是球转花钱 是他们自己花钱去参加美国大类伍的春训 看他们整道菜单是怎么训练的 然后再回日本做他们的二军教育 那慢慢再成为一个建夫 就是说他们要当为一个教育也要同知 我记得有一个那个 周世雄回来 我去参加他们的训练 他讲的句话 到现在都没有忘记 他就告诉那些教练说 我们是私下吃饭的时候 因为我们都用台语讲 所以我们私下吃饭的时候 他就跟那些教练讲说 你这些教练 有用也不要做一些练学 你敢知道要什么给我练学 就是跟嘉真教你讲 就是说你要讲出 就是说你当你老公 这个投手怎么样投法 你有练学当背景的时候 这些修演的 因为现在这些修演 大部分都是大学体育系 不要以为他们没有在读书 他们也是没有在读书 那你如果没有这些理论技术 告诉这些修演 你只是用传统那些方法 那是不会有技术 尤其现在很多是影像 你在分析给 你用古老的那一套 你总是看影像分析给这些选手 你的打击确定在哪里 你的投手的知识 哪里走掉了 你如果用传统的话 你根本讲不了 对不对 那其实我觉得PPT是很好的 对我来讲 他已经慢慢超过这些书了 因为有很多年轻的轴银 很认真 我轴银语里面也学到很多 因为我没有 我已经年轻打了 我已经打了 没有时间像以前那样 翻很多很多书 或看很多网站 可是PPT自己会帮我过温很多 好的 我用的速度 让我在欣赏球赛的时候 会看得更生意 我觉得 好在有真相遇 帮助我 一直可以看到 在2000年以后 还是一直跟得上 时代的演变 真的都是非常 那 关于如何维持 维持热情 这些事情 我觉得我已经没有问题 我现在有时候都在 20年 花在包裙 就不行了 不行了 你现在当不不理了 你当不来来讨厌 你还要多好 我的修为会有多好 我现在有时候会有这样看 因为我觉得那些没有动 因为一直在改变 因为一直在改变 尤其在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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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抵远 他们的薪生 他们如果要求 跟他们学校 或应该 工会应该怎么发展 等等 我会看着台湾的 因为 20年应该要有哀架 人家已经走了 人家走了那么多年 你不应该 一直认为是我才20年 然后一直原谅自己的代破 我觉得台湾政治也是这样 台湾媒体的军果也是这样 其实你从 從台灣職棒的墮落 可以看到什麼台灣的墮落 就同樣的 通得到 我今天不是很悲觀 我是用很樂觀的口語來講 如果我們沒有辦法去 從這些困境裡面找出來 然後像年輕人學習 像現在學習 我們就沒有化解 先到這裡 謝謝 翁老師明明就很悲觀 一開始講很樂觀 剛會那個 剛會先生問到 講到那個 洪雀隊 其實他現在已經退休了 他今年會進入平衡堂 彤妮蘭露薩 其實他是球員出身的 我不曉得大家 因為他們其實跟 跟 美國日本都一樣 其實他們就是 球員的高中畢業就一把球 有得偏到大學 可是他大學他是念各科系的啊 脫妮蘭露薩 他是念 他大學是念法律的 他法律以後 他選秀 金融選秀 他去打職棒 他打職棒是說 打小聯盟啊 大聯盟只有短暫幾場 所以他就退了啊 所以他回去當律師 他去搞律師執照 那律師執照在市集的過程中 他有一天就覺得 坐在辦公室宅合不了 他說 與其在那邊坐著 我寧願 因為小英文是要做巴士 有時候做七八個小時 他說與其 我坐在那個辦公室 我寧願去去巴士 所以他 他決定 要回去走教練 這一條路 所以通常 他其實不是 其實他不是啊 因為他 你說多遠是因為他們 他們整個的教育背景 所以 我不曉得 大家去年有沒有看到一篇報答 就是陳文英 他說他在美國日本打球 那其實很多球員都會喜歡比他的學歷 你大學練的是不是比你們大學 然後 然後就訪問陳文英說 你有沒有練大學 陳文英說 當然有啊 那你練什麼戲 他說我練體育系球類組 結果他的隊友就說 你體育系球類組 你在那邊打教啊 你幹嘛去念 對不對 所以聲音他是很不一樣 那剛剛講到 教練的問題 講到那個 剛剛 剛剛講到教練的問題 其實以我自己 當我那個是比較低階的 比較低階的那個 基層哨法 可是我覺得這個可以影響 柯小健 你知道嗎 我覺得傳統 台灣的棒球的教練 他是練球 他不是在教球啊 他是練 他不是住在教啊 可是我認為在追基層 其實應該教多於練 特別是說在小學這個 培育的 培育的 在六秒的階段 你不應該練太多 你不應該壓秒處戰 然後他們就 我就請他們開菜單 開課程 坦白講沒有一個人開得出來 那我只好去 去日本 美國找 我覺得美國這方面做得很好 因為美國他們 他們大部分 在小學這個階段 等於是有點下令人性質的 他從50分鐘的菜單 一小時 一小時菜單 兩小時菜單 特別在國小 他練球一直都會超過兩個小時 然後他設計 他有月計畫 中計畫 他整個就 整個就出來了 我不曉得大家有印象 就是我們20809 這在台灣棒球史上叫 兵敗兩驚 兵敗兩驚 2080的一驚 2009是東驚 一次是奧運 一次是經典賽 我那時候 試圖從另外一個觀點 去解讀 為什麼中國隊可以打敗台灣 因為在這之前 中國隊的教練 都是台灣過去的 台灣這些奢徒的 有一些是奢徒 江泰拳 他們這幾個 郭建成他們過去 早期都是 都是台灣過去的 那他們打不贏台灣 那後來他們這兩年 那個 08年 北京鮑魚他們請的教練 是有大靈魂 大靈魂之力的 阿貝爾 然後那個 2009年 他是Terry College 他是之前 現在日本當監督 他們叫監督卡特魯 後來也回龍到 大靈魂當教練 所以是這樣 因為我覺得 台灣的教練 包括剛剛講說 是不是 我們台灣為什麼 山陣很多 情瘦問題 坦白講 我一直認為台灣 這一方面一直 沒有進步 甚至於我們失誠日本 都是學在日本的那一套 所以我們倒是 打不贏日本的 等於我們就怕了 對啊 所以我那時候一直建議說 你應該 直接去跳過 那至於是說 至於是說 至於是說 臺灣村人 教練 因為我也遇到 跟我們教練 溝通的問題 他說 你這是美式的 這是日式的 美式人家體格 比較好 台灣的 我們東方體格 比較小 我說 在小學看得出來嗎 小學也看得出來阿 那我甚至於認為 我自己看 剛剛那個 剛剛風大哥講 講那個 力學 其實它整個是 mechanics mechanics 這個一般 我們現在翻成機制阿 其實投球投球的機制 打球打球的機制 其實mechanics 其實就是力學 就是機械學 你們如果有 理工的 都應該知道這個 這個詞彙 那我認為 其實這個跟民族制度 是一樣的 沒有沒有 沒有什麼 中國式的民族啦 沒有 沒有 沒有哪一式的民族啦 我覺得這 真理越練越靈阿 一定 一定 你可以去找 不斷的再演化 不斷的再進化 那剛剛志云 剛剛 剛剛志云大哥 講到一個 我稍微 沒有那麼同意阿 他說 PTT的一些相比 其實我自己 眼睛的關係 我不太適應那個 PTT的那個畫面 因為我覺得看得很吃力 那另外就是說 他的那個流眼太簡短 其實我還是比較 比較喜歡看這個完整的 論述的 傳統 十本書 像我手上拿的這個 這個Tim McCaule 他是美國很有名的球品 他現在還在講 他在 他當骨手當了22年 剛好是跨越 四個lakel 他說五年也當過期 蹲到八年年代 然後他 在退休 他說 在臨退之前 他就下定決心 他當球品 你知道他當球品 他退休意見工作 想當球品 是幹什麼 他去訓練他的聲音 他去大量閱讀 他說大量閱讀 一些文學演出 因為 我是要靠聲音 我是要靠表達來吃飯的 所以他們是 那台灣有人 有這樣做得到嗎 你不要講說 在打球之前的學養好了 你說他 在準備他這樣的工作 有沒有像他這樣做 然後他 他在這本書裡面有講 他講說他從事球員這個工作 他們大年齡 他們大年齡是 晚上七點打 他小三點大 遇到特別比賽 零星賽 還是世界大賽 他都比較高 幹嘛準備啊 做準備 那另外 另外像這個 像 像這個 這個 這個金康 他是一個投手 他也是一樣 他也是 追求以後去當球品 他在這個崗位 他在這個 等於他整個 投注給棒球的 已經超過一家子了 從他小時候開始打棒球 到後面當球品 那我再講到這一咖 這一咖 這一咖 他當主播已經 六十五年了 現在還在講 Vin Scully 他的 他的 他撥棒棒球的風格 其實是唱 裤腳戲 有點像 早期的 因為我第一次遇到 第一次遇到 原大哥我就說 原大哥我覺得 你是不是在學 Vin Scully 他就一直想 對是很像 而且 他的聲音好聽 那 原地文的聲音也很好聽 就是他 他已經在這個崗位 來了 就是 我覺得這個 有時候還是需要歷史的頂級 好 那 也有時候也 也 人家說 我怎麼講 你說像 美國 我們都知道第一次職棒 就從1869年開始 然後 第一個聯盟 國家聯盟 1871年 到現在500多年 日本職棒 從1936年開始 韓國職棒從19820年 我們台灣職棒1990年 其實你看這幾個國家 剛好你在反映在大聯盟的人數 台啟日啟台啟 這個也很難 就是 就是按照這個比例 一樣 然後 剛剛講到PTT 我是覺得 因為PTT大部分 其實有一拍 研究棒球的 還是說 在報導新聞也好 寫評論也好 叫數據一拍 其實我個人不是那麼喜歡 數據派 因為我覺得 數據的東西 很沒人問 然後這些寫 研究專研數據的人 當然他們 改編了球賽 像 剛剛有講到那個 馬利波 可是我覺得他們 當然你要說 Beer James 這當然是很大咖 Beer James厲害的是 他可以 將 數字 用數字來說出 好的故事 我們覺得 這種工地媒體的人 做得到 那一般的就是 堆切一些數據 那看起來就很無位子 大哀 然後這些 靠數據來寫錯的人 他們 第一個 他們很多是不進球場 然後沒有辦法進到 Lockerhood 他們沒有辦法去訪談到 教練 到球員 對 甚至於說去 現場感受到那個氣氛 因為我這一趟剛好 上個禮拜我去 剛好去美國 看兩場球 就是因為我 我兒子 答應給他的 批業禮物去 去紐約看了兩場球 去那個大部會 跟楊基斯看 那 因為我們一群人八個人 我去 那個楊基球場那一天 就是 剛好明星賽奧的立場 對紅人 四萬七千多人 那我就問 問跟我一起去 我說你們好 好好觀察 看進場的觀眾 跟台灣有什麼不一樣 最大的不同 就是他們女性 比例非常高 你在台灣地區 棒球場上 女性的比例是比較低的 而且他們女性的比例 是分過很高 從歐巴桑 從歐巴桑到小女孩都有 然後各遍布各樣 各式各樣的 各式各樣的階層 對啊 所以我說這個就是該人的 你看他從小 他從小你看 像很多人 很多美國人 他都記得 他生命中第一場球賽 是哪時候去看的 誰帶他去看的 甚至於是 說那一場對手是誰 哪兩隊打比數 是波桑 有一本 因為我幾乎 忘了過代表 有一本雜誌 叫Baseball代學史 放球文在 這本雜誌從1942年創刊 到現在的代學區 那我以前最喜歡看他前面的那個 球迷 球迷 球迷高球那個編輯 球迷誤問題 那絕大多數的球迷問題 有一個最好玩的 就是 都有很多老球迷 請麻煩你告訴我 1920年代 7月31號 我爸爸到時候帶我去看 楊基對伊迪亞的那場比賽 我記得比數是多少 誰打出去的那 請問我記得 對證證不正確 然後那個編輯就把那個 巴士包找出來 說你很厲害 當初是誰誰誰誰 然後他就把那個巴士包 他們的資料起點就是這樣 有點吵破了 好 謝謝 我們時間差不多了 差不多 那剛剛有兩位朋友還沒問到 可不可以監長 監長看一下你的問題 然後 這樣請兩位做短情 就這樣 就是 我兩位問就是 剛剛有講到訓練的方面 就是 因為我自己也有在打球 然後 所以我控制一下飲食 就是 我今天每次一場 我都要想 我吃了多少脂肪 多少蛋白質 多少澱粉 對 可是 常常看到新聞是 就是什麼 車訓回來之後 某個球員又放了 5公斤或8公斤 就是 想請 就是 兩位的球員看一下 國內訓練有什麼不足 或是有什麼展望的地方 對 然後還有就是 剛剛提到巨蛋的問題 然後 就是 不知道兩位對巨蛋的看法怎麼樣 因為我覺得 巨蛋的話 他的 他需要人工草皮 然後他需要 打球的時候需要空調 然後還有 很大量的資金 那所以我覺得 在以台灣的狀況 可能是 標準的是 室外 棒球場 然後到台北也可以 擁有這樣的球場 或許會比較好 那 想問 想問球屏 對這件事的意見 不好意思 因為我主要是 短角 就是在十年前那個時候 有三大 棒球雜誌就是 可以職棒裡 開選還有職棒棒球 但後來另外 除了職棒棒球以外 或是做不斷的訴訟或什麼之類的 那我想說是因為 是既得利益者 不斷的把市場做小 所以就 造成一些台灣新聞媒體 不斷的萎縮和 職位比較下降 不知道是不是有 相關聯 謝謝 對就這樣子 謝謝 黃老師 好 剛剛 有朋友 有沒有到網 沒有達到 就是關於那個 巨蛋 跟 跟說 為什麼台灣一個 宣布上 會三件的部分 對不對 現在的國家 其實所有在做成功 也花眼都簡單做輕鬆 可是呢 你知道我怎樣的缺點 跟你還是做不到 我記得有一年 卡邦亞籍大賽 韓國 我忘了是哪一個 哪一個職業隊的 跟我們比賽 好像差一分吧 那時候是同一隊 跟他們打在桃園 然後 無聲環上來 無聲環大家會知道 他就是 就是一百五以上的火球 然後再加一個紫插球 你明明知道 而且被他塞了兩個數球 都是一百五以上的 就是打不到啊 我平常都遇不到這種投手 所以他塞了兩個數球 下去 你也知道他再來 他要投紫插球 雖然他們紫插球 你要打也打不到 可是 有勤收 你還是打不到啊 因為你平常就沒有那個急速的投手 你就內隊不到 然後當然 就沒有那樣的 有勤收不貼的 有不怕的反應 還有就是 這有一點就是我們 從小的訓練 我們台灣小時候很喜歡 叫選手練 slider 因為 一 Whoo 一 been 一双方 或是青双方的比賽 slider 就夠了 可是slider 就是正常 常使用 上手 手跟肩膀 和球欲 然後呢 就會很訝略 其實我們台灣居然 中小時候 可是我们大部分都是那种小Scider 就横移的Scider 那根据美国长久的统计 他们都认为说其实在三十棒球前后 如果要练速操的话 他们还是比较鼓励说 四红线二红线跟变速球 因为他的统计是四红线跟数九线是一样的 比较不会伤胜 那个统计其实是一九八级就有了 然后我们的数线 这个资料其实我们的冒写人也很快就知道 可是我们的选手 我们的教育一直都没有去走这条路 他们很多小人往的投手 我们台湾的被挖到美国才会不去的投手 多次到了美国才开始重新取业二红线跟变速球 就很可惜 还很晚才去那一次的 然后后期四十棒球员 有一次我有一次在修理市遇到他会问 他就问我说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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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把握我二红线会很好 然后我说 我说 可是我们教练没有人 我们教练没有人会投啊 没有人可以教我 没有人可以 我投的时候 没有人可以看我这样二红线的投法 是不是 是不是哪里有错 他指的 我看他是買日本的雜誌 因為日本雜誌有很多連續鏡頭有沒有 可以讓他看的比較細 從踏步到他的轉身 到腰到揮皮整個 因為他覺得他只好去看那個 因為他覺得他的教育沒有人可以教我 然後楊健吾是說 因為楊健吾他很想把他的 他的變速球投好 他很想把這顆鏈好 可是他的球隊裡面 因為台灣沒有人變速場偷了 沒有人可以問 所以就是說我們現在資訊很豐富 可是我們真的需要這些資訊的人 他找不到的人可以知道 那關於巨蛋部分 其實我是買巨蛋 我認為棒球變漂亮 我就想看到草皮 看到藍天 因為看到中央媒觀眾自然的盛響 我認為是應該這樣 雖然有的人的理由是因為 如果這樣台北就不適合打發球 因為台北的雨天非常非常多 可是我覺得我就一天多就不要打了 不適合不適合不適合 怎麼這樣 像美國現在洞穴也差不多下雨 也沒有人說應該要主張蓋一個巨蛋 而且美國有一個數據講說 巨蛋球長其實很容易傷球員的身體 包括膝蓋 包括空氣 其實多了影響 可是我們反而 美國在巨蛋 它還在退流行的時候 我們一直在看巨蛋 而且整個巨蛋 以收約那個狀態 其實我真的是覺得 勞弥傷殘 而且聽說它現在是不符合 國際賽的規格 那個球場的寬度 球員打的那個尺寸 聽說是比較短的這樣 那這方面我是不在意的 很多問題我可以講兩堂課 那個雜誌的事情 我在當衛生龍的龍主長組 並解釋的時候 我遇到最大的困難 不是偏誤 譬如說那時候趙思想當福利隊 他都很鼓勵我去做 我那時候就是買美國雜誌照抄 只是把台灣球員放下去 譬如說 然後我蓋了專台 我完全是 就是我全部學美國 然後後來我那個雜誌賣的比 修理想得很好 然後可是我受到了打擊很大 就是因為未決定的老公司 那個時候還是姓黃的人 姓黃 黃家的 那我希望說我們可以上市 然後希望說可以接受外面的人的廣告 不要只吃胃泉的廣告 只是牛奶啊 只是米麵梯啊 不希望是這樣 因為如果項目好 我們可以雜誌可以靠自己的收入來經營 不是只是拿公司的預算來編 我覺得那就很可惜 可是它不這樣 它是把它看成 你不要給它繞皮 你不要給它繞皮 公司可以做宣傳 這樣就好了 我們不要輸給兄弟下 這樣就好了 那賠錢沒有關係 其實他們是沒有親父親的 完全沒有親父親 因為它沒有成就感 其實它寫到好的文章 也是因為上面更不重視 它只是把他當成的意思 我覺得這是非常可惜 那我是很很 我現在是完全認為 是應該走出了 就像美國一樣 我覺得紙本應該可以 可以慢慢變成收藏了 那這樣可以 他們記者才會有更高的折衛感 他們影響力才會更擴大 可是問題是這些老闆 初見的老闆 他們對文化 他們會認為雜誌 或者是美股是屬於文化實力 可是他們對這個很不敏感 他只要認為 他們主球隊的心態只有一梗 幫我公司打自己的問題 第二個 你不要勝負 不要影響我本公司的商譽 然後能夠拿冠軍就拿冠軍 其他對他來講都是次要 所以雜誌對球也很重要 可是他們完全不重要 就是怎麼講 就是我們台灣生意人的文化體會 就會糟糕到一種讓人家 這不是我沒問題 真的是死了 就是怎麼講 我覺得台灣應該要成為一個文化大國 可是我們政治跟淺的愛好 讓人家非常信任 那這些品味會影響棒球 影響體育 影響新聞 影響建設 影響建築 影響我們各個層面的文化社 所以生意人如果沒有提高他的學識跟文化的重視度 那這個國家就能盡 好 先到這裡 謝謝 請說一下 其實巨蛋已經是默留了 世界上第一個巨蛋棒球場是1966年 Huston Extrodome 他們那時候蓋起來 號稱為世界 自己臭屁是世界第八奇跡 可是後來會演出很多問題 包括 包括因為製造問題 所以有人工草皮 然後還有球員容易受傷的問題 然後一般的球員反應也不是很好 所以他慢慢 慢慢 封閉式的巨蛋都 都慢慢拆除 然後最後一個現在賽斯的大理文球場 最後一個就是 那個坦巴王光芒隊的球員 Harmarfield 那個也即將要拆掉 那整個拆掉以後 就已經沒有封閉式的巨蛋 現在是 都是Switch開核式的 開核式巨蛋 開始巨蛋第一個是在多倫多 多倫多1989年 以前叫Skydome 現在叫Roger Center 那那個 他是第一個可以Switch的球場 好 那日後幾個 比如說像西亞圖 西亞圖他那個 Kindle拆掉以後 他也是可開核式的 因為現在有常下 然後就像那個 改立商大廈消費車隊 還有Huston 太空人 他現在都是可開核式的 然後反而是日本 日本他還沒有開核式 日本都封閉 可是日本的問題也很大 因為那個 封閉式的巨蛋 開銷很大 而且不環保 你看那個空調費用要多少 然後他台灣 其實我也是反對蓋巨蛋 因為台灣的巨蛋 你看小巨蛋 小巨蛋一蓋 結果結果 籃球 只有NBA來才能打 以後大巨蛋也可能這個命運 大巨蛋一蓋好 放球吃飯不會去打 因為不會產出太貴 這實在是董某次了 那另外我覺得我對 對台北市最不滿的 就是說全世界他在蓋球場 他一定是新的蓋好在太久的 各地都一樣 那台北市最不應該的就是 還沒有新球場就把 台北市一套球場拆掉 我認為就是我對馬英雄的執政 最大的不爽 真的 對 就是這一點 另外剛剛我稍微補充一下 其實那個職棒磷 當然 當然真的是 我覺得那時候中華職棒的氣度有問題 他那時候一直跟HITO職棒磷高 其實他那時候銷量還不錯 他的銷量其實比天下遠見都還高 可是有一個很限制的問題 他沒有廣告 然後其實也是廣告代理上的問題 可是基本上來講 是也沒有虧啦 也沒有虧啦 可是那時候 因為跟中華職棒那時候 是不升其勞啦 一直告嘛 一直告慶卷的問題 是這樣 那我最後再補充一下 因為我今天來 怕說時間不夠 如果大家對今天這個議題有興趣的話 我跟大家介紹一個合謀的書 那看 搞不好台灣的竹竹板也見得到 這一本差不多是 也不會很新啦 2007年8 一直也不會很久 裡面的文章寫得真好 我認為這個東西是在屁股裡面看不到 好 大家有興趣的可以展開一下 謝謝 問我們這兩個 14以下 我們可以只要添加很多的問題 我們今天這個活動呢 是跟獨立媒體工作者協會共同合辦 我們每個月的最後一週 哲學信息會都是 跟獨立媒體工作者協會合辦 都是跟新聞媒體有關的議題 歡迎各位呢 如果你對媒體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每個月的最後一週來參與 也歡迎各位隨時 每週都來參加我們哲學信息會